一直拒绝回应恒州风波的特首梁振英 星期一晚突然首度回应事件 他指恒州发展的细节问题 是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担任主席的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 负责跟进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 之后晚上回应称 曾俊华从未出席过特首梁振英 主持的恒州发展专辑小组会议 曾俊华一直被认为是梁振英 连任特首的劲敌 和得到习近平的肯定 外界认为梁振英的做法 明显是拿曾俊华卷入今次的风波 梁振英星期二出席行政会以前 宣布将在明日星期三召开记者会 交代恒州计划 曾俊华也会出席 他否认与曾俊华各自为政不和谐 梁振英又表示会建立一个平台 邀请后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与地区人士 共同协商解决恒州的问题 朱凯迪则在下午 同多名非建制派议员召开记者会 要求梁振英当局详细交代恒州发展的疑云 他强调不会参与梁振英建议的协商平台 不加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认为过去的一段日子 行政当局在这件事上的表现 已经令到市民对于行政当局失去了信任 就是我们立法会是会撥乱反证的 我们立法会是会可以用到我们的力量 是用权力及特权法 朱凯迪称会积极游说 建制派支持立法会调查事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发自香港的报导